出口弱,外资撤,台币汇率恐扁破30元 台湾经济情势面临国内外利空夹击 不仅6月出口总额衰退至243亿美元 连续4个月下滑 台币也因为外资看衰台湾,持续汇出资金 汇率连2个月走扁 昨天收1美元兑29.985元 30元大关即将失手 因此花旗银行昨天下修 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由原预估3.3%砍到2.8% 宝华经济研究院表示 其他亚洲国家出口并未衰退 中国6月出口虽然成长趋缓 但年增率仍有6.3% 显见台湾经济确实出了状况 呼吁政府应该全面检讨竞争力流失的问题 尤其是品质竞争力 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郑正茂也指出 台湾经济复苏力道并没有大家想象的强劲 他说台湾经济成长仍需两岸题材的刺激 包括江城八会 两岸投保协定 以及货币清算协议签署的 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邱俊荣说 政府虽然有推龙腾计划提振出口 但多次短期抢单成效有限 其实这个出口不好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意思是 我们的产业太过激动了 他们真的有能力在国际上 去跟人家竞争好 除了少数厂商之外 大部分的厂商其实还有一些 其实说从基本面 让大家能够真的把研发创新这个事情 当作一个重要的事情 长期来看是非常非常重要 动新闻综合报道